高雄今天再度加零 而同一天高雄市府也宣布 第二波高零人口施打疫苗正式开打 不过收到先前接种之后 有人猝死的案例 早上施打人数变得比较少 但是否出现了所谓的缓打潮 卫生局说还得要再观察 另外台南接种疫苗的人数 同样受到影响 施打率从原先有六成 下降到五成左右 高雄市是领处于安全的一个社区 高雄18号再度迎来加零 而同一天高零人口施打疫苗 第二波也正式开打 总计到整天中午为止 接种率大概是四分之一 即整天可能会到五成以上 这波施打对象总计有6.1万人次 大约是首波的两倍 但受到接种后猝死案例影响 早上施打人数变得较少 是否出现缓打潮 卫生局认为还要再观察 缓打潮的出现 这个部分我们在第一天 我们不敢这样断定 另外针对第一波施打对象 也就是87岁以上的长辈 预计接种人数是三万多人 而目前也已经打了两万多人 接种率超过卫生局预期的60% 因此判定没有还打现象 至于台南第一批5.6万剂疫苗 以及提前施打完毕 因此从18号起将开始 施打第二批的三万一千七百剂 根据第一类到第六类的长者 已经全数施打完毕 目前第二波接种对象年龄 将下锈到83岁以上 虽然超前完成 但施打人数却同样受到影响 从原先六成下降到五成左右 对此卫生局表示 已经排定的流程不会改变 这不会影响到我们施打疫苗的 这个速度跟对象 疫苗到现在还是 这个州少升多 南部疫情逐渐趋缓 各县市府趁省追击 加快防疫步调 毕竟只有广打疫苗 恐怕才有机会 尽早让疫情平息 这台南高雄综合报道